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我今天發了一封訊息 給我們Light at的朋友 我跟大家講說 你今天如果看指數跌 你會覺得很害怕 那是正常的 那絕對都是正常的 因為你沒有看到的是 整個台北股票市場 它的結構 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首先你看 目前盤中指數是下跌6點對不對 下跌6點 正常來說我今天指數是跌了 那我應該要下跌的加速 會比上漲的還要更多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指數在跌 那下跌的加速 一定會比上漲的多 那指數才會跌 但是你看一下今天是怎樣 上市貴上市漲的加速513加 上貴上漲的加速427加 下跌的458加跟345加 指數在跌 那為什麼股票漲得比跌得還多 那是因為有人壓了指數給你 他又讓你覺得很恐慌 讓你把股票賣掉 因為前一陣子才出現了 這個159點的大跌 這是禮拜一才發生的事情 禮拜一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現在所有市場上面 每一個人都覺得行情完蛋了 現在要開始放空了 但是我跟你講的是 整體的結構面並沒有改變 他就是在洗盤 他就是要洗你 他沒有把你弄出來 他不會喪罷甘休 那你要怎麼應對這個行情 你當然要用我們的方法 養標股的方法 你要養到未來的機會 就像養小孩一樣 你不能用追的方式 別人養過的小孩你不要了 你要養屬於自己的 你要養自己的小孩 所以當指數拉回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是突破年限的壓力 年限要衝過這裡叫做三海關 三海關他要衝過的話怎樣 他要一下子就要衝過去 而且他用使用大量的兵力 然後來衝關 當我衝過去之後 他現在要回黨做一個休息 所以年限的部分 他雖然是下彎的 可是他有沒有產生支撐的力道出來 產生了 所以行情當然就會繼續的 往上去做延伸 這個階段叫做洗盤 他不是一個很大的行情 未來的大行情準備要做啟動而已 才剛剛要開始而已 因為融資餘額超低 融資餘額真的很低 1200億的融資 有沒有漲給你看 1200億元的融資 有沒有漲給你看 同樣的我現在大方向是什麼 他已經來到1200億元的融資 我問你未來會怎樣 以有之勢後必在有 以行之勢後必在行 陽光之下他沒有任何的新鮮事 所以當你看到指數這樣衝上來 做拉回整理的時候 波段強勢股你要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這個叫做節奏叫做tempo 你要跳得好一支舞 你要學會怎麼樣去抓那個節奏 所以仰標股你才能夠賺行情 我不是叫你追 我沒有任何一檔股票 是叫你追出來的 我都跟你講說你要買在底部起漲 你要買在底部的位置 從過去的摺疊式智慧型手機 然後網通到生計 我是不是每一檔都叫你買在底部的位置 但是你要買底部你要有方法 你要有方法 你不是說大家股票都在底部 你就能買 那你買到綠能華裔那你不是很衰 所以不是這樣買的 你要找到有錢再買的 因為孫子兵法告訴我 你要有先不敗給敵人的條件 你要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你要預測敵人的戰績 你不能蠻幹 你不能蠻幹 你的條件有沒有符合 這張股票有沒有人在佈局 有錢再買的股票 我當然敢買 這些資金買進了第一筆 就會買第二筆 就會買第三筆 那當買第一筆的時候 我跟著進場 後面他自然會帶我去飛 所以3月4號的時候 當大盤拉回 我跟你講說市場網通跟生計類股 有沒有 這兩大族群就有錢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所以這些錢他買了第一筆 就會再買第二筆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跟你講說 我的錢就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一些股票裡面 放在這一些股票裡面 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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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計 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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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計 就這麼五支 就這麼五檔而已 我問你全市場哪一個所謂的專家 他有像我這麼有價值 就只給你五檔股票 而且重點是 每一檔都讓你賺錢有沒有 每一檔都讓你賺錢 連亞斯康的部分 我們也做獲利了結了 我們也做獲利了結了 所以你要的操作是什麼 你想要賺錢 還是你想要看畫面 我也可以跟你講 今天什麼股票漲停板 做那種事情是主播在做的 你不要去跟著那些主播走 你要跟的是一個專業的操盤手 我們什麼叫操盤 你要買在底部起漲 你要去養股票 你要去養股票 所以當這檔股票在底部起漲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量占比大增 有資金在買 錢在買 外資在買 所以他開始衝了 不會衝 當我買對了 他自然會載我飛 所以3169雅信我們買在35塊錢 當天直接亮燈漲停 兩天賺一根漲停板 我不是帶你追漲停 我帶你賺漲停 然後3月21號的時候 再一根給你 兩根 兩根漲停板 3月21號的時候 我們100萬已經可以賺多少 賺25萬 你買在這個點不是很安心嗎 你之後買在這個點 後續漲上去 你才不會怕 因為我的獲利都已經拉開了 甚至再創新高的時候30% 一檔股票可以讓你賺30% 多久的時間 大概3月份的時候 一檔股票而已 我們有很多 我就無檔股票 其中一檔就讓你賺三成 這樣你不會賺錢 這樣你為什麼不會賺錢 台北股票市場真的 行情有那麼差嗎 還是說你沒有方法而已 你沒有找到一個像我們一樣 有資金流向的方法 有錢在買的股票 我就跟著他一起進場 然後等他帶我去飛 等他帶我去飛 你想想看 會去買這個地方的人 這一些人 他們會是普通人嗎 外資他在買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說 這支鉤筆真的這麼好 然後出報告給你 然後告訴你說 這檔股票未來的前景非常好 他們不是傻子 他們當告訴你說 這檔股票未來前景很看好的時候 通常就是出貨的時候 這個訊息 這樣子的事情 已經屢見不鮮你知道嗎 但是投資朋友 你還是很喜歡去看那一些東西 那些外資的報告 那些告訴你說 未來這一些股票會有機會的 哪一檔讓你賺過錢的 哪一檔讓你賺過錢的 他們不是哪一個 在6488環球晶有沒有 他們哪一個不是在高檔的時候 叫你要去買600多塊 叫你跟你講說 環球晶未來很好 200多塊的時候 跟你講說環球晶未來沒機會了 你有吃過這個跟著你舉手 你看一下 我跟你講的是不是這樣 你把新聞調出來看 是不是每一次這些 外資跟你講的都是這樣 但是他們在偷買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嗎 賣嘛 外資在買他怎麼可能跟你講 但是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有金流 因為我知道說 現在有資金在買這個東西 叫做市場網通對不對 錢在賣嘛 錢買了他就會有訊號 有訊號我把它抓出來 哪一些個股 從量占比的法則來看 這支股票有人在賣 有人在布局 而且布局的人他不是小朋友 考慮就對了 買進去就對了 而且一買就是市場股票其中一檔 100萬你就25萬進去 1000萬你250萬進去 我一定讓你買得到 你沒買到你來找我 你跟我你來找我 你電話撥通給你線上的服務人員 你告訴他說你沒買到 所以重點是你要操作 要能夠進出 你要知道說什麼地方 你要知道該進 什麼地方你該出 而且重點是在於說 你要養 你不是追喔 你要養股票 養這些未來的標股 你才有辦法賺到行情 你才有辦法賺到行情 你在股票要賺錢很簡單 低買高賣 低買高賣 但是為什麼大家投資朋友 往往都會去追價呢 因為我都看新聞 今天新聞告訴我 哪一支股票不好 我就衝進去 新聞告訴我哪一檔股票不好 我就趕快看 所以你每次都在看新聞 你抓不到最科學的方法 你沒有像孫子兵法一樣 他告訴你的 第一個不派給敵人的條件 你都不知道 你也沒有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然後你一直都在蠻幹 所以你才會輸 你才會輸 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 最重要的是錢在買什麼 資金的流向 他自然會告訴你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跟著錢走 跟著錢走 你的財富自然會開始出現累積 你現在是一個很好改變的機會 因為我告訴你說 融資餘額在1200億 這個方向一直都沒有變過 現在大家都很害怕 沒關係 你盡量去怕 你等到大家都不怕的時候 換我要害怕了 換我再怕了 所以現在是最好最好佈局的時期 而且我昨天有跟你講 現在的錢開始做一個移轉 開始在做一個移轉 而且進來的這些資金 他不是小朋友 我在盤後的節目 我都有跟你說 你如果沒有看到的 你可以上我們的Line app 去搜尋一下 你去搜尋一下 我這個全部都有記錄 我這個全部都有記錄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尋小老鼠BYR2551V 你去看看 我跟你講的所有的內容 是不是一模模一樣樣 我是怎麼帶會員操作的 我是怎麼帶我們Line app朋友的 你可以廣告的時候 掃一下我們的QR Code 或者是波動電話 來我們線上諮詢看看 看我們是不是跟我們的操作 跟我們操作的模式 是不是一模一樣 事件的關係 我們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吻開玉印章 頂級手工銀行硬件 中式將財值100種 期待章拍毛筆 免費鷹額立法 台北29226422 运達通過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欣叻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洪准 在12点半到1点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至今的流向 他会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里 我昨天在盘后节目 有预告的一个族群 他准备要做启动了 而且这个族群 他会带来非常非常大量的资金 然后把台北股票市场 再冲出下一波的主身段行情 再冲出下一波主身段行情 那你要跟上脚步来 因为最重要的不是股票 而是在于你的操作 你有没有做到养这件事情 你只有养到标股 你未来才有大赚的机会 你未来才有大赚的机会 黑暗之中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指数拉回的时候 很多的明日之星开始胖胖胖跳出来了 他开始跳出来了 你要观察得到 你要知道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就很像我们三月份的时候 我告诉你的这些标的有没有 8213的自超 4977的重打 3169亚信 2480敦亚科 6497的亚斯康 这些个股都是从资金的流项面去挑的 都是从资金的流项告诉我 这些个股它未来有行情 它未来有行情 所以8213的自超 你看一下 这个跳空掌停 它是亮灯掌停板锁住 之后再创新高 对不对 短线上面已经进入一个高档震荡整理 很简单 因为BIOS BIOS已经比之前还要高了 所以它现在会做一个震荡整理 来收敛均线的价差 但是它的趋势有改变吗 它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但是我的买点如果在这边 如果在这边 当然我现在都是赚钱的不是吗 这是8213的自超 然后下一档 4977的重打 有没有 我买在这边 我买在这边 所以它到现在 就算它要做一个震荡洗盘 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它会把一些人给洗掉 洗完了之后自然会再供 你的买点跟我一样 你现在都还是赚钱的 而且一张你赚超过10块钱以上 一张你赚超过10块钱以上 3169亚信 现在也是一个高档震荡洗盘 它带量说 它带量说 BIOS创下新高 当然它要收敛加差 你的买点跟我一样 是在这个起账点 你现在都还是赚钱 赚超过两成 超过20个%以上 所以还有2480敦阳科 对不对 刚跟你讲的 你的买点如何跟我一样 在这个起涨点 在这个起涨点 现在创新高 现在创新高 目前盘中大涨6个% 大涨6个% 哪一档股票让你赔钱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而且我没有跟你讲死党白党 什么那些 哪一个涨停板拿出来 然后告诉你说 他买了股票涨停 结果他都是买在涨停板的前一档 做那种事情真的很缺的 我只能讲真的很缺的 甚至我连6497我卖掉 我都跟你讲 对不对 今天大涨我也跟你讲说 我卖了 我卖了 因为人家买的点位是在这边 我买的点位在这边 他上来之后 我创新高我不能卖吗 我不能获利了结吗 但是有些人是怎样 他现在是从这边买 有没有 创新高他跑去追价 他跑去追价 现在被洗得一屁股 才刚解套而已 还没有到解套 所以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在哪边 这些我全部是不是都秀给你看 3月5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6497亚斯康23.05元 这些价位我全部都秀给你看 我的操作很明白 我就是仰镖股去赚行情 而且我告诉你说 未来这个仰镖股的机会又来了 又来了 有一些个股正在底部起展 而且它的机会很大 它的筹码更稳定 它是属于一些高价股的族群 有没有 这些个股 是我昨天跟大家谈的 我说这一个族群 你要特别的留意 你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高价股的族群 资金开始回流了 它钱开始往高价 累股在做移动了 那这些钱 它在移回来的时候 它会考虑到筹码 为什么钱要去买高价股 它不去买一些低价的个股 因为筹码的关系 当这些高价股在涨的时候 有时候是非常凶的 它是非常狠的 甚至因为高价的关系 很多的券单 很多的人敢去空它 涨上来看它不爽就放空 然后被嘎得叽叽叫 认为它这个中间有肉 有没有 认为这个股价太贵 所以它有肉 有肉可以吃的时候 它自然会把你嘎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昨天跟你讲的 6462的神盾有没有 这里面包括了神盾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3105我冒有没有 今天再创新高对不对 8436大疆 它今天也是创高 也比昨天还要高 然后8299的群联 今天再创新高 来到300块钱了 来到300块钱了 3019雅光 3019雅光它比较弱 可是它也是相对强势 3406玉金光 现在盘中开始拉上来了 又回到平盘之上了 然后4943的康控 康控今天也是创新高 今天也是创新高 为什么这些股票会涨 因为资金正在买 钱正在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 所以有一些个股你要换 你一定要换 你要换到未来有机会的标的 你要换到有钱再买的标的 尤其是有一些个股 它进入了一个 匹疾泰来的机会 它进入一个匹疾泰来的机会 你只要有这一套操作的公式 跟方法 你不用害怕指数跌 去年8到12月份的时候 指数是不是崩盘 崩盘嘛 跌了一两千点的幅度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单股会员 是怎么样做 我们总共出手了1 2 3 4 5 6 7 8 9次 出手的9次赔了两趟 但是我们因为大赚小赔 然后整体的获利开始拉起来 整体的获利拉起来 所以我们平均出手赢的几率是7成 7成 然后我们总体的报酬率来到46% 这是半年的时间 8到12月份才都有 123 4 5个月才5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是一年 我跟你讲过 像8213的自超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这个就是我们单股会员 一档股票all in的标的不是吗 33.2元市价买进用力靠 而且全部的资金就买这一支 我一定要让你买到 我一定要让你买到 你没买到你打电话来给我 你打电话跟我说 老师我没买到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这档股票就是这样 横盘震荡整理的时候你不买 你等到冲出去的时候你想追 你才想要去追价 但是外资他都怎么做 他都在滴滴的位置 一直接一直接 一直接一直接 所以你可以跟上 法人的操作手法 他们不会去追价的 当他们开始拉抬股价的时候 就是准备要做出货的时候 只有一般的投资人才会相信 用追价的方式可以赚到钱 所以我们的操作公式 跟方法在哪边 要仰标股 你要赚行情 你要仰标股 你底部要做进场 你不赢都难 你不赢都难 五档股票我全部都秀给你看 然后是不是每一档都赚钱 我的操作没有很多 我每一组会员最多就四支 甚至有一些会员 就这么一支股票订枸杞 所以我们的操作公式方法很明显 就是直接告诉你说金流 从资金的流向去找到 未来行情的方向 股票会去很简单 因为有钱在买 有钱在买 我告诉你说 行情会再启动 最主要是这个原因 现在3月28号也就是明天 美国的贸易代表 准备要在中国 去举行下一次的贸易协商 其中最重要 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 中国会在关键的问题上让步 那如果中国他在关键问题上 让步的时候 去年 去年 是整体景气翻转最弱的一年 那今年会不会展开一个大行情 因为很多的订单他被积压住了 很多的订单他被积压住了 那他被积压的时候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的下游出不了货 说美贸易大战协商 谁都不敢买东西 每一个都怕我囤积库存 结果未来怕关税暴增的时候 他就脱塞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未来关税取消了 所有的货物开始流通了 那订单是不是就回来了 那订单是不是就回来了 那有人是不是先看到了这一个点 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说 你要开始注意被动元件的族群 他已经出现了一个 痞疾太来之时 像华兴科的部分 量减 成交量已经缩到多少 一天只剩4000多张 1000只剩4000多张的量了 现在的龙卷5000多张 比他的成交量还要更大 还要更大 那你看大盘跌的时候 他小跌 那大盘在回来的时候 他开始怎样就回升上来了 而且注意到一档股票 3090的日电帽有没有 这是3090的日电帽 去年我们大赚了一倍 对不对 这一天日电帽 大盘跌的时候 大盘重挫159点 大盘重挫159点 3090日电帽跌了1.58个percent 净雄正常 可是大盘昨天涨多少 涨80点对不对 大盘昨天才涨多少 涨80点 涨0.76个percent 3090日电帽是怎样 跳空上涨4.29个percent 跳空上涨4.29个percent 坏 买盘回来了 买盘回来了 今天还在持续的创新高 还在创新高 幅度虽然没有昨天大 可是他已经预告了一件事情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钱要回来 匹吉泰来 匹吉泰来之时 所以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跟上这一波 这一波最大的行情 当然高价股里面 这一档个股是我最看好的 百亿比13倍非常非常的便宜 量占比从250来到50 现在钱在买 外资都已经偷偷在买了 外资都已经偷偷在买了 未来他准备要切入5G 跟车联网的部分 业绩准备出现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跟上脚步来 跟上我们的脚步 然后我们来养标股赚行情 底部进场你不赢也难 你真的不赢也难 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 我们的Lite 8里面 你可以找一下QR Code 或搜寻小老鼠BYR2551V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我们也想 趁我脑袋还清除的时候